人生了自由 但如果所谓的自由 只能够透过不断的买这个买那个 才能有资格 这样子算什么自由呢 我们生在一个 大家都觉得工作很辛苦 钱很难赚 东西很贵 房价更贵的社会 但同时 环顾我们自己家里 有多少我们之前花钱买来 如今却根本没在用的东西 这些东西长期被闲置在一旁 占据了我们一大块的生活空间 我希望有一个空间 能让人们分享多余的东西 而不是只能丢到垃圾桶 我希望有一个空间 能让人们重新珍惜那些被闲置的资源 减少不必要的消费 我希望有一个空间 能让原本相互筑起高墙 将自己封闭的人们 有机会接受其他人的单纯 友善的帮助 更重要的 让他们有机会当个 能够提供帮助的人 所以 欢迎光临免费商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